哈喽,大家好,话说满达叔好长时间都没到从旧门前这烧菜了 主要是现在谁的下功夫,弄得好的烧菜越来越少了 今天满达叔就在从旧门前酒也巧,吃一家开了二十来年的 把园子过程做的很不错的烧菜干费的 哎,我一锅是不是? 啥子? 哦,还好 烧菜二十七 嗯 酱菜 酱菜 这个酱菜 哦,一份有好多根呢? 四根 四根 哦 二十,哪一份? 嗯 烧菜都是国家吧 可以平 可以平啊 哦,这个是 哦,这个都是牛的 这个是 非常 起筋,烧烧,喜欢 三平对不对? 都会啊 哦,随便平啊 你个人不存在,那么平坏的都是你个人吃的 好嘞,好嘞,好嘞,那我就提花牛肉,拼肥肠 提花牛肉 然后一个这个酱排骨 然后再一个萝卜汤嘛 你妹妹开好久了 二十年了 二十年了 一直在这儿啊 一直都在那边 这个可以平面那个牛肉 这个不能拼牛肉 这个吃酱排是单独的 哦 这样快点看一下吧 这个 是给你 淘汰骨 啊 我只骨 哎 这个 那个 烧肉的什么拼啊 这边的 又还有什么吗 非常吗 非常可以拼是吧 嗯 能不能把我拼 你现在是 腰上去了 你都没什么 你要下次你要锁拼 你才这个 这个 都压了呀 就不好吃 哎 你都断转就吃了 你再哪个行吗 这个嘛 我里面的签字啊 哦 压得压得 看嘛 哎 不得 不要看他做哪里哦 我做这儿熟成你们的 都是 都是啊 那就做门口嘛 没长大口 哎 压得 可以 萝卜汤啊 萝卜汤少一点油 你看嘛 这个萝卜汤全是 哦 嗯嗯 嗯 全部都是打工的 嗯 都是我的 哎 萝卜都是我的 他做外头 他做一条啊 我做外头 我做外头 二十七分 价格都一样 可以随便平 这一点是比较好 花一样的钱 可以多吃点葱类 都是豆瓣酱出来的 也不存在传维的问题 对了 他做的米饭也很好吃 用的毫米 三叔叔的 人均两万七步 非常大整的 非常干净 少得也是转了怕 牛肉是牛奶 不过不是很怕 少有点儿的 嘴巴是这个体会儿 入口计划 而且相当入味 里面的蔬菜 红丝带 孙子 红萝卜会学一点 也都很好吃 又也是清华两色的 糖色应该是炒的糖色 没有老抽 味道不是很大也不重 又和鸣鲜的香料的味道 八卦香叶橙皮这些 MMSG也不多 相比贾富人家浓烈 也就是油多了点 再来酱排骨 这个是他家的招牌 32块钱4根 相当于8块钱一根 可以一根一根的卖 排骨都是支牌 而且肉都不少 肉质也不错 不过不是特别软烂 有嚼劲有肉香 再几乎刚才的烧菜来看 他家多半是没有高压锅 在无头经常过程 农饭的同学 必须要点个大大的赞 当然这些都是百万子 个人无脑乱菜吃的哈 最后这个萝卜汤 虽然没的肉 但是是百万子最近喝过的 最最最最好喝的萝卜汤 只给打工熬的 萝卜是虽然不没的 人和巨磨 入口那个鲜铁 对特别喜欢喝汤的百万子来说 开成完美 比对到A2完全按照自己 喜欢的类型化的 哪个漂亮的女同学 发呆都还要更有满足感 如果同学们有兴趣来尝试 必须要点这个萝卜汤 哦 总的来说这家小店表面上开始平平无奇 但是老板家是用了新的 价格虽说不是特别便宜 但是绝对对得起用的食材 话说好食材的家常味 才能吃的长久 必须推荐给同学们 要不然打包嘛 打包啥 我说嘛 再包装个这个薯品 装个薯品嘛 打个大米饭 不要饭 然后再要半份飞餐 半份飞餐 可以 可以嘛 可以 那就是 我会给你了吗 我会给你了 等一下